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 传说北极冰盖之下 隐藏着一尊古神 古神上一次降临的是公元536年 号称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年 太阳消失了18个月 粮食减产 蛮族入侵 瘟疫横行 战乱饥荒 文明在迷雾当中崩溃 欧洲和中国大概都损失了三分之二的人口 才勉强揍出了这一年的阴影 然而 这也仅仅只是古神在不经意间打了个哈欠而已 实在难以想象 这种古神如果苏醒 那人类将遭遇何等的灭丁之灾 专家们在北极冰心里窥视他的身影 原来史前洪水 地土造人 甚至是通天塔等等远古神话 竟然都与这种古神有关 人类会不会只是他酣睡时 侥幸爬上餐桌的蚂蚁 也许当他精心时 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抹掉我们 就像我们隐约能看到的那些史前蚂蚁一样 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有不下一丝你曾经存在过的信息 1891年 荷兰地质学家维贝克深入枣蛙丛林 他是现代火山学的先驱 他要寻找那个隐藏在枣蛙丛林里的秘密 然而当时火山平静道路难行 维贝克一行人也探访了好几个月毫无收获 但就在他们登上巴东山的时候 维贝克倒吸一口凉气 这就是自己要找的东西啊 美国怀俄民州的摩威塔 北爱尔兰的巨人之怒 这些曾经被认为是史前文明有关的遗迹 在当时都已经被地质学家们破解 认为这些不过是火山喷发以后 形成的柱状结理 然而当维贝克看到巴东山上的柱状结理以后 他却不淡定了 密密麻麻 这里的柱状结理堆满得像梯田一样的山地 而且很显然 他们的堆满是有规则的 这里有宫殿 有房屋 有城墙 有阶梯 眼前的现象绝对不是自然形成的 而且最让人不安的是 巴东山 它就根本不是一座火山啊 哪来了这么多柱状结理 难道这真的都只是建筑材料 眼前真的是一处史前文明的遗址吗 维贝克当年无法给出结论 他只是在自己的笔记中记下了眼前的这些奇怪现象 直到快一百年以后 1980年代 就有一批接一批的考古学家来到这里 他们在这里陆续考察了十多年以后 达成了如下两点共识 一 遗址确实是人造的建造年代大概是公元一级几年到公元七级几年之间 第二 该地点发现了陶器的遗存 年代鉴定为公元前45年到公元22年 显然这两个结论自相矛盾 如果遗址是一级几年到七级几年新建的 那为什么这里没有发现一级几年到七级几年的陶器 而如果这里发现了公元前的陶器遗存 那专家们又为什么不敢断定 证实这些陶器的主人修建了这座神殿呢 很显然 丹卡就写在眼前 就连专家们都不认为 拿着这些陶器的枣蛙鲜明 有能力在八东山上修建如此宏伟的神殿 神殿的建筑材料是火山喷发以后遗留下来的柱状节理 而离八东山最近的柱状节理采集点在一百公里以外 而且如果要采集眼前这三万多块柱状节理 那么开采年代也至少需要在距今八千两百年前 因为印尼火山活跃 距今八千两百年之后的时间段当中 即使一百公里外的那个火山点 也已经没有露出地表容易采集的柱状节理了 给出这番推论的人叫做纳塔维甲甲 印尼的地质专家 他的视角和考古学家们不同 他一眼就看出了和维贝克当年一样的疑问 这显然是一座遗址 但建造者绝非无我们这一代 或者说我们已知的任何文明 维贝克当年受限一转探设备 没能深入研究 而维甲甲在这里转探采样以后说 这是一座巨金九千到两万年前 用火山的磁性材料修建的一座巨型金字塔 金字塔顶部分为五层宫殿 金字塔内部呢也有五层结构 外面四层是一次被掩埋又重新修建的古代遗址 每一层都是前人使用过以后被后人掩埋 再在掩埋的地基上重新修建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五层结构的最外层 另外五层结构中的最内层呢 修建在三体当中 是三个正立方体的洞穴空间 所以这是什么 距今九千到两万年前是什么概念 维加甲当然不敢执着 好歹他也是正儿八经的加州理工的PHD 世界知名的地政与火山专家 他只是在非公开的场合不断的暗示 霸东山的金字塔 这很可能是两万年前冰河时代就存在的遗址 那他究竟为何毁灭 又会不会是上一台文明的证据呢 维加甲依旧没有正面回答 他只是提到了一个地质学的概念 叫做迅他古路 这是一个存在于冰河时代的古代大陆 由今天的东南亚印尼 大马和菲律宾组成 很显然 在冰河时代的极低温环境当中 这片横川赤道 濒临海洋的迅他古路 是唯一适合文明发展的地方 后来冰河融化海平面上升 迅他古路就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所以这就是史前大洪水的恐怖真相吗 维加甲笑而不语 离开巴东山向东北六千公里 在广袤的太平洋上 竟然还有一座同款神殿 它叫做丹玛杜尔 更加神秘也更加诡异 这里有成千上万的柱状结尼 很显然 他们也是被当作建材 在海面上修建的一座悬浮的城市 为什么要这么做 柱状结尼从哪里来 还有整座神殿有什么用途 众家们除了了解这座神殿 和巴东山一样 具有雌性以外了 对其他的问题几乎一无所知 专家们认为 神殿修建于公元一千两百年左右 当地的岛民则相信 这是一位巫师 在非常非常远古的时代 用黑魔法从远处召唤来了巨石 巨石像雨点一样落下 一夜之间 城市就出现了 当时它还没有被淹没 神殿是耸立在最高的那座山峰之上 然而 公元一千两百年的时候 这里已经是太平洋了 距离最近的柱状结尼采集点 是五百公里外的太平洋深处 当时的岛民只有一千人 他们真的能靠独木舟运来这么多巨石吗 而且专家们也确定 当时南马都尔没有淡水 也没有农田 这里居住了一千来人 可能全是贵族和祭司 他们到底在这里做什么 专家们没有答案 而巴东山大洪水 迅他古路 具有磁性的柱状结尼 他们把这些远古线索拼凑起来 似乎有什么故事正在浮出水面 巴东山在南卫七度 而南马都尔诺恰好在北卫七度 更神奇的是 将他们两个人连接起来 与次道相交的地方 竟然是地球上太平洋板块 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 三大板块的碰撞点 难道只是巧合吗 还是在暗示地震 洪水以及古神的线索 两千年 一位芝加哥大学的古生物学家 保罗·塞雷诺 在撒哈拉沙漠中 发现了戈贝罗遗址 这里有很多恐龙 帝王鳄 以及一大片未知的古人类化石群 塞雷诺疑惑地往下挖 结果却发现了一个古文明 基夫文化 这哪里是什么未知古人类的化石群 明明就是已知最糟的人类坟墓啊 塞雷诺清楚地计算出来 这群基夫人从一万零五百年前开始 就一层一层地被安葬在这片陵寝当中 他们有自己的陶器 浴石器 花纹符号 鱼钩 刀片 宅基地 甚至是厨房和半碗没有喝完的贝壳汤 所以一万年前 他们在撒哈拉沙漠当中 究竟要如何生存 又如何吃到贝壳汤呢 难道一万年前的撒哈拉沙漠是大海 塞雷诺解释说 一万年前 撒哈拉是一大片滨海的伊甸园 所谓的戈贝罗遗址呢 其实叫做戈贝罗湖 这是当时撒哈拉的一个主要湖泊 当时整个撒哈拉和今天恰好相反 海风湿润 水草肥美 丛林密布 河流 湖泊 森林 野生动物 那是应有尽有 非常适合人类发展 而且这片伊甸园的状态呢 从更远古的帝王鳄 甚至是恐龙时代 就已经存在了 眼前的肌肤部落 绝对不是这里最早的人类 还有很多古人类的秘密 都隐藏在沙漠之下 等待着挖掘 果然 专家们还从撒哈拉的岩洞和崖壁上 发现了很多远古的壁画 其中有这张 唯妙唯宵的长颈鹿雕刻 就被认为是基夫人 在八千年前绘制 还有很多狩猎场景的岩洞画 很显然 远古的撒哈拉沙漠 一定如同这些壁画描绘的一样 充满了生机 然而 一切都在距禁五千年前 戛然而止 哥贝罗层层叠叠了 五千五百年的墓地突然消失 他们离开了自己 生活了五千五百年的家园 他们去哪了 会被五千年前 正是撒哈拉伊甸园突然变成沙漠的时间点呢 爱好者们联想到了传说中的撒哈拉之眼 和亚特兰蒂斯的传说 一样的同行园 一样的二十三点五公里直径 火山 洪水 陨石 会不会撒哈拉的故事 就是史前文明突然灭绝的真相 科学家们则说 逃离撒哈拉的这群古文明 很可能向东 去到了同样水草肥美的尼罗河 因为 就在撒哈拉文明没落的同时呢 恰好是古埃及第一王朝崛起的时间 所以 这群伊甸园的难民 在埃及重新征服了尼罗河 重新掌握了史前科技 他们崇拜如巨人一般的法老 在法老的率领下 他们决定修建一座座通天塔 想用这些通天塔去告诉武神 自己不会屈服 自己已经重生 是这样吗 果然 塞雷诺也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到 基夫人几乎五千五百年来 一直采用趋之杖 也就是把身体全说着下杖 这种杖法诡异且罕见 但是 当塞雷诺把这些遗体展平 测量他们的近身高的时候 却惊奇地发现 他们都是巨人 骨架高度 普遍达到了两米 骨枯又长又低 整湖变平 而这不正是 古埃及传说中 巨人法老所拥有的 特殊头型吗 与此同时 罕见的趋之杖 还在另一个地方也出现了 这个地方叫做秦 秦始皇的祖先 几乎全部采用了趋之杖 而秦始皇的宁寝呢 事实上也是一个 九层高台上的金字塔结构啊 难道这背后 还有什么史前黑客机的联系吗 线束扑朔迷离 古神如何摧毁了撒哈拉伊的电源 古神又如何惩罚妄图修建通天塔的埃及人 还有古神究竟是什么 这次 专家们终于在星空中又发现了另一条线束 1601年 加利略成为第一个用天文望远镜观测星空的人 但谁记了 他在自己的论文中写下了一个疑问 那就是 毛秀 用肉眼观测 我们只能看到六颗星 但为什么欧洲各地的传说中 他们都是七仙女 七姐妹 为什么古人坚称 毛秀是七颗星呢 加利略在论文中 严谨地画出了毛秀最真实的样子 他一共看到了36颗星 只有六颗星很亮 其余30颗都偏暗 但欧洲各地的传说中 他们却是七姐妹星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其实加利略当时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一不小心 踢开了一扇人类学的大门 和此欧洲各地的传说 当现代人类学兴起以后 专家们惊奇地发现 几乎全世界从古西纳到玛雅 从中国到澳大利亚土著 但凡有人类 但凡有神话的地方 那么当地传说的神话当中 一定都有七仙女的故事 这怎么可能 因为当我们抬头看的时候 毛秀虽然是天空中最亮最显眼的一个星团 但他无论如何看 都只能看到六颗星了 要传说全球人类也应该传说 六仙女六姐妹啊 怎么可能全世界都说 毛秀七星 毛秀七姐妹 为了解释这个问题了 人类学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七仙女 这是人类最古老的一个故事 可能起源于所有人类的祖先 都还聚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时间 大概是聚今十万 到聚今七万年前 因为只有在这个时间段内 毛秀看上去 才是七颗星 大概在七万年前的某一天 毛秀突然经历了一场星际事故 这导致了毛真十二星变暗 从那以后 我们再看毛秀 就只剩下六颗星了 所以人类学家这是在说什么 翻译一下 就是在说 我们今天全人类的祖先 在七万年前 都还居住在同一个部落当中 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因为人类学家还说过 我们今天人类这个物种 既然是十到二十万年前 就已经开始走出非洲 走向世界了 所以到底是亚当夏娃 来自七万年前的伊甸园 还是十到二十万年前 我们走出非洲 最终用魔法打败魔法 人类学家还发现 除了七仙女 全世界流传第二广的神话 竟然也都是同一个母本 它叫做泥土造人 所以两者之间是否又有什么联系了 终于在接下来的研究中 古神第一次露出了自己的真容 原来在七万年前 古神曾经降临人间 当时按照人类学家的说法 很可能是走出非洲 已经发生了十万年 全世界已经零星遍布着 很多人类部落 但是这些已经走出非洲的人类 很可能全部在这次降临事件当中 被灭绝 全球人口在这次降临世界中 骤降到只剩下一千到一万人的规模 这一千人是同一个部落 在古神降临前 他们共同流传着七仙女的故事 而在古神降临后 他们又共同流传着泥土造人的故事 然后伴随着这些共同的故事 他们开始重新向全世界迁徙 然后就成了当今世界八十亿人的共同祖先 当然 人类学家得出如此劲爆的结论 也不可能全靠这些虚无的神话学研究 这背后还有基因证据 想象一下 如果有一个大瓶子 瓶子里装着几百万颗黑白两色的小球 这个时候 我们把小球倒一千颗出来 然后这一千颗小球会两两配对繁殖 于是当它们重新繁殖到八十亿颗的时候 我们再去检测黑白小球的比例 它一定和倒出来的那一千颗黑白小球的比例相似 这其实就叫做种群瓶颈模型 起初那一千颗小球的黑白比例 就是我们今天全人类基因库的难本 通过分析人类基因库 我们就能精准地定位出来 当年发生瓶颈事件的时间和剩下的种群数量 七万年前 一千到一万人口的规模 这两个数据就是这么分析出来的 同样 数字不会说谎 七万年前 这个数据已经和天文学家算出来 卯秀七星变六星的时间吻合了 那接下来 七万年前 那尊古神降临 差点灭绝全人类的瓶颈事件 又会是什么呢 不久以后 地质和火山专家们指责 书门达拉岛上的多巴湖说 看 就是这里 这是一座长一百公里 宽三四公里的巨型琥珀 但你能想象 它如果是一个火山口 如果突然喷发 那是何种毁天灭地的效果 没错 这个恐怖的记忆 被我们全人类的祖先 记录到了神话当中 就叫做 离土造人 多巴巨灾理论当中认为 七万四千年前 多巴火山喷发 九到十四天当中 就将五千三百立方公里的火山 会有毒气体 以及各种自热的岩浆碎石 全部抛到了达岐城当中 整个地球在一周之内 迅速变暗 太阳消失了 空中开始下泥巴 接下来 人类就在这种寒冬和泥雨当中 苦苦熬过了一百年 最终 只有一千人的部落幸存了下来 他们崇拜着一尊绿神 认为是绿神的保佑 用泥土重新塑造了自己 让自己熬过了这个漫长的 一百年冬天 终于在一百年以后 重新见到了蓝天和太阳 心生儿浑身圣笛的问妈妈 蓝色的天 吊眼的火球那是什么 妈妈也只能重复着妈妈的妈妈给她讲过的那个故事 那是冬天已经过去 我们必须出发追逐太阳的信号 这次可千万不能让它再扔下我们了 就这样 全人类的第三个母本神话也诞生了 追逐太阳 我们终于从古神手中逃过了一劫 开始悄悄地爬向餐桌 这就是古神的无情和文明的脆弱 想象一下 从人类的第一个文明 梅索布达米亚的苏美尔开始 发展至今 我们已知的历史不过一万年而已 然而 从七万四千年前古神降临 到一万年前苏美尔人出现 以我们现在发展的速度来看 也足够我们重生和毁灭六次了 再说的更古远一点 七万四千年前古神降临 二十万年前人类走出非洲 这堂中竟然有整整十三万年的空白 我们的祖先在干什么 他们会不会已经整整发展过十三轮文明 东巴山和南马杜尔的神殿遗址 还有沙哈拉伊甸园的遗址 会不会都是上一轮或者上上轮文明留下的痕迹呢 古神隐藏在北极冰心当中 被科学家们叫做古气候学 几乎从地球诞生至今 每一年的气候历史 都被完整地记录在各种冰心 地层和中路石当中 当专家们开始窥视这些历史 他们突然感到了大自然的无情 古代的哲学家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除够 果然气候变迁 就像一尊没有感情的古神 它降临 它毁灭 它又呼呼打碎 文明和物种在它酣碎的间隙崛起 直到它再次苏醒 看也不看一眼 世间的繁华 就再次毫无感情的毁灭 不久以后 专家们拿出了这样一张图标 这是他们从北极冰心里 截取的一小段内容 横轴代表着时间 从巨金店万年前开始 纵轴代表着北极 隔离南岛的气温 很显然 图中标注的一号海银里希事件 发生在一万六千年前 当时气温骤降 这是否是传说中 只有赤道和迅塌古路 适合生存的冰河时代呢 维甲甲暗示了那个史前文明 贵贵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紧接着 赵娃当地的神话说 人类和文明全都毁于洪水 而回到这张图表 你看到了什么 从一万六千到一万四千年前 北极气温直线上升 很显然 这会导致极地冰川 大量融化 海平面急剧上升 这就是现实当中 一场灰天灭地的大洪水啊 迅塌古墓变成了 今天的印尼 大马和东南亚 而紧接着气温再次下降 到了一万三千年前呢 气温又骤降到了 和大洪水前相当的水平 那这个时候 又会不会是南马杜尔的难民 开始重新用火山岩 用柱状结理 想在这片新大陆上 重现他们的古代文明呢 但非常不小 没过多久 气温又开始飙升 科学家们把这叫做 新鲜吕木时期 很显然 对应到现实当中 这又是一场 毁天灭地的大洪水 南马杜尔和太平洋 岛屿文明 或者说传说中的 那个姆大陆文明 真的就在这次 大洪水当中毁灭了吗 终于到了一万年前 气温稳定了 变暖了 洋流和季风 让撒哈拉和梅索不达米亚 变成了伊甸园 我们这一代文明 开始在伊甸园当中孕育 但紧接着 八千两百年世界 气温骤降 古神不过是生了个懒腰 我们的伊甸园就毁灭了 文明逃到了黎罗河 在法老的主持下 开始用通天的金字塔 质问古神 古神毫无在意 他依旧呼呼打碎 只不过在梦中 打了两个哈欠 人间就又发生了 五千九百年世界 和四千二百年世界 这两个世界让撒哈拉彻底变成了沙漠 也让法老王和古埃及 定为干旱和蛮族入侵而彻底结束 后来 有一个叫做杰拉德邦德的地质学家 他把一万年后的这段曲线继续放大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张图表 原来我们已知一万年的历史当中 古神已经打了八次哈欠 而且这八次哈欠之间竟然是有规律可循的 大致是每一千五百年发生一次 因此邦德周期也被叫做一千五百年周期 距今最近的一次周期是公元五百三十六年 这年已经被专家们通过连轮和历史记载 精准的还原了出来 拜占庭的历史学家记载 太阳一整年都像月亮一样暗淡无光 罗马的政治家卡销多罗斯也说 即使是中午人们也看不到自己的影子 太阳似乎是蓝色的 季节似乎混杂到了一起 而科学家们则说 从冰心的资料来看 五百三十六年太阳消失了十八个月 整个世界就像是寂静岭当中的感觉一样 始终乌蒙蒙的 农作物大面积死亡 粮食减产 饥荒席卷世界 北方的蛮族被迫向南入侵 但南边的罗马 南边的中国 这个时候也没有余粮啊 这就是为什么公元六世纪 东西方同时发生了蛮族入侵 文明崩溃的原因 在中国史书中这样记载 五百三十六年 关中爆发饥荒 人相识 十个人当中 七八个人死去 同时我们还知道 五百三十六年 爆发了著名的侯景之乱 北方的流民在侯景的带领下 杀入了南朝 整个中国彻底进入了 打逃杀的时代 梁脚阳 蔡人 这些恐怖的词汇开始出现在我们的记载当中 这一切的恐怖 直到快一百年以后 唐朝气温回升 社会才重新安定了下来 同样 在西方拜占庭的书记员也记载 五百三十六年黑暗过后 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文艺 从军事坦丁报开始 第一天就有五千人死亡 第二天是一万人 第三天是一万五千 第四天是一万八千 书记员数到三十万的时候停止了记载 拜占庭崩溃了 商人 贵族 包括宫廷人员都开始大面积的死亡 被世人将遗体扔进大海 大海上叠出一座小山 小山沉了下去 第二天又叠了出来 史称查世丁离瘟疫 预计死亡三千五百万人 东罗马因此崩溃 紧接着是饥饿的蛮族 像洪水一样的涌入 他们分食了拜占庭 和东罗马帝国的遗体 欧洲彻底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 专家们还从冰心中发现 千元数在五百三十六年之后了 几乎消失了一百年 而迁在当时最主要的一个用途 就是铸币 这意味着全欧洲有整整一百年 是没有新铸货币 没有正常交易 没有正常法则的丛林状态 这些史书和冰心中的恐怖历历在目 而将它放大到八次邦德周期的图表当中 我们却又发现 它仅仅是波峰最矮的那一个点 科学家说 造成五百三十六年灾难的原因 可能是冰到了一桌火山喷发 而这次喷发 在冰心中留下的火山灰 甚至连七万四千年前 多巴火山的两万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我们是否可以大胆的内谜 以东罗马的科技实力 在古神的火山灰下都只撑了十八个月 而七万四千年前那次 太阳消失了一百年 整整一千两百个月 人类还幸存下来了一千人 那是否意味着 当时的科技实力 或者说人类的生存能力 已经远超东罗马时期呢 而且太阳消失一百年 你与下个不停 这将对地表进行何等沧海商前的代造啊 我们也可以类一笔 还记得我们在法显和玄奘故事里提到的那个西域传说吗 法显在五百三十六年之前西天取经 经过西域的时候 那里还是一片草原和森林 沿途的佛国还用园林迦兰来供养法显 而五百三十六年之后呢 玄奘西天取经 再次经过这些佛国的时候 就只剩下一片沙漠 还有那些封沙海啸 吞没整个城邦的恐怖传说 也许这就是古神的威仪 仅仅打了一个哈欠 就给我们留下了一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东海马姑曾经骑着一只大龙虾来到人间 他说自己亲眼见过三次 东海变成桑田 马姑的话绝对不佳 按理说 一千五百年邦德周期 上一次是公元五百三十六年 那下一次很快乐 就应该是公元2036年 仅仅十三年以后而已 但幸好图表中出现的零号波峰 似乎他帮我们挡了一枪 网络上总有段子说 大明王于小冰河期 其实这个说法也并非毫无根据 从邦德周期的图表上来看 零号波峰 古神不按套路打了一个哈欠 恰好就是明朝时期 这在全球范围内制造出了一个小冰河期 和上次的五百三十六年类似 明朝也突然同时爆发了 大汗洪水和瘟疫 粮食大幅减产 西北的鸡民杀出铜关 广州城被打雪覆盖 珠江结冰 紧接着三海关以外的满洲人 也像侯景当年一样 饥渴难耐的杀入了中原 森林再一次涂毯 大明也随之灭亡 而与此同时 泰晤士河开始冰封 瑞典大军跨过了 被冻住的大海入侵丹麦 甚至就连猎屋审判 和针对犹太人的敌视 欧洲专家们也认为 这是因为教廷 想为突然到来的干旱和严寒 造一个替罪羊 后来专家们也为这次 零号小冰河期 找到了疑似元凶 是位于印尼农牧岛上的 撒马拉斯火山 它可能在一二五七年的时候 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喷发 然后带动了数百年的火山火跃期 大量的火山会因此进入大气层 导致了这场小冰河期事件 这和以往的历次邦德周期 突然爆发的情况大不相同 很可能 这一次并不是一次正常的 武神周期性大哈欠 所以专家们普遍怀疑 大明究竟有没有帮我们挡下了一枪 也许13年以后 或者说马上 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呀 话说波峰最高的七号邦德周期 很可能就是毁灭迅塌古路的那场史前大洪水 波峰漫长的四号周期呢 很可能就是我们传说中 打雨治水和撒哈拉变沙漠的那次古神大哈欠 所以即将来到的-1号周期 会是一场超级大波峰吗 因为123连续三个波峰都已经减小了很多 而且0号波峰 从图表的趋势图上来看 它是否仅仅是-1号波峰的一个前奏呢 原先我们在会员影片里 聊过三海金时代的雍鲁海 和灭亡的史前农国 很可能史前农国和华北的这个雍鲁海的故事 正是对应着四号波峰啊 所以哪怕即使到来的-1号波峰 只和四号波峰相当 对我们的影响 那也是三海金级别的改造啊 把邦德周期在拉大 放到古气候学家给我们会设这张五亿年周期来看 原来我们近一万年来都生活在一个相对平稳的冰河环境当中 而如果真的回到几亿年前去探访古神的真身 我们就会发现 距今六千万年前的PE极热事件 这个我们原先聊过 当时地球持续高烧四百万年 南北两极都变成了热带雨林 十四米的泰坦巨蟒统治的世界 他一口就能吞下六米长的孔恶后裔 而这些恶鱼的祖先呢 可是在白恶纪曾经猎杀过霸王龙的狠角色啊 还有2.3亿年前的卡尼奇红击事件 古神抽风 整整下了两百万年的暴雨 火山地震酸云浓造整个地球 本来凑在一起的旁古大陆呢 也因此开始编得四分物猎向外漂移 这绝对是毁天灭地的恐怖啊 物种因此而大灭绝 然而这之后呢 又崛起了两种生物 一种是后来称霸地球的 叫做恐龙 还有一种呢 在阴暗的地方狗活 叫做哺乳动物 古神从不利息那些 所谓的生灵和自然 他苏醒时毁天灭地 他抽风时天地再造 哪怕是他不经意打一个哈欠 也可能让我们这个脆弱的文明 遭受灭定之灾 古神依旧在北极的槟城里 安静的寒睡 亏是他的科学家们发出警告 1500年周期 2036年 究竟是古神周期性的打哈欠 还是古神突然出现 总之 我们这只侥幸爬上餐桌的蚂蚁 绝对不是第一只 也绝对不是最后一只 古神一翻身 我们引以为傲的一切就将消失 而且很可能 就像我们的前辈那样 留不下一点点任何地表的信息 后来的蚂蚁们依旧会骄傲地认为 自己是万物之灵 自己是天之骄子 自己掌握着科学 自己必将战胜一切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最后夫人说 原来你这一期是在讲庄子 真的是天骂行控的脑洞 谢谢大家